今天是12月25日,亦都可以叫做香港财经R的首播 跟之前讲的一样,仍然都会under这个中国民心,香港民心 今天是首播,自然是送2017,仍然是2018,因为2017年还有几天,如果交易日仍然只有3个,27,28,29 所以选择今天这个时间是叫做首播,仍然under中国民心,香港民心 跟大家讲过,除了讲一个星期的财经大事之外,亦都会做一些有教育意味的事情 就是说,讲关于投资,怎样去长线投资,怎样去做退休的 例如大家想,我怎样做一笔钱给自己退休,如果现在是30多40岁的话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但我们就不是一个纯粹教育的 教育和报道财经香港,譬如股市,楼市,或者债市,我们都会有涉及到的 我也是用沈大师,在这个沈大师讲投资里面有讲过,如果你是投机的话,或者你是炒卖的话,这个节目就不适合你了 因为我是不做投机和炒卖的,也都不会讲什么技术分析啊,短炒一天半日啊,抹钱啊,期货啊 就是我们会讲到那样东西,但我们不会讲这些里面的技巧,虽然有些东西我懂 或者牛红症啊,option啊那些,我们是不会讲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长线投资或者退休组合 而并不是一个短炒的组合 如果你们是那些的话,这个节目就不适合你了 不过都欢迎你听 不过你不要骂我,因为我们的节目不是讲这些的 换了这个类型,大家可以看到在图片上就是 大时代2007年,就快爆煲前的恒指 2007年,27142点 最高就升到31500多就爆煲了 那就是雷曼事件,特意拿出这个画面 那其实,今天作为首播呢,就想说回 为什么会特别讲股市和流市呢 因为股市和流市,在香港来说是长远 可以帮你累积财富或者做退休组合 给大家看一些过往的历史 上面那个恒生指数由1969年 创这个指数开始,去到2012年 下面这个图就是2012年去到现在 其实你看到就很清楚的 因为恒生指数就是香港很多种成份股组成的 就是我们叫做蓝筹 但你不要搞错,里面的成份股是会改的 有些可能踢出,有些可能加入 即是很多可能69年的成份股 现在已经走光了,不是那些 大家可以看到,69年 当第一天有恒生指数的时候 是200点都不够的 是170多点 但大家看看现在是多少呢? 现在是接近3万点 这条数非常容易计算 我们将3万点,过18500万 除回170 即是说,在这些接近48年里 恒生指数是升了176倍 那你就可能会立刻问 那我当时买一只股票 到现在就升了176倍 那就不是的 因为你买的股票可能 即是 到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些股票也不出奇 对不对 那又没有长期的恒生指数 给你卖的 那现在又有盈富基金 但是可以告诉你 香港某一些公司 的确是由开始到现在都有 我记得是7多年上市 到现在都有 那有些公司变质 有些公司生意差了 有些公司生意好了 有些公司剔出 有些公司加入了 但是长远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的金融发展 配合政策 不断往上 所以 如果你买大蓝筹 懂得选 懂得买 真的可以 累積财富 这是事实 但是看看你买得对不对 还有没有持货的能力 你如果没有持货的能力 就没用 为什么呢 因为股票很容易买卖 按过真的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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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同樓 樓买卖很麻烦 又要给首期又要升 所以 我们说股票 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它的确是可以帮你累積财富 除了1997年的大上大落 以及沙士那段时间之外 其实在平均地说 恒生之数不断上升 中间有上有落 譬如2015年的大时代 冲到2800 因为冲得太高 就缝了 1800 1700 只要你避开最高位 你不需要在最低位去买 你在平均水平的位去买 你能够持货 而那间公司的确是有 进步好的公司 好的股东 好的动视会 其实你除了股市上升之外 股息 都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收租头衡 收租头衡 但是股息就不需要 虽然给银行扣你30元 如果你放在香港投资者户口 就自动过户 更加好 第二个我们说的 当然是楼市 为什么会说楼市呢 这个就是中华银行 即中华银行中心 李嘉诚买了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就是94年创 大家也可以看到 除了97年的大时代 和沙士之外 平均来说 他都上升 简单说一句 如果你在94年 60那里卖 现在160 大约是2.7-2.8倍 即是孤姐当是3倍 如果当时有的楼市是150万 你现在的楼市应该值400多万 但是你不要忘记 除了楼市的价值 你还可以收租 那这个也是 香港的政策问题 所以 我在中国文心 香港文心再说 因为林郑刚才说 他说 其实他没有想着 帮香港的楼价降温 他搞不下楼价 就想帮你置业 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 楼市怎么会不上升呢 所以我们说楼市 就是楼宇 都可以帮你创富 香港的隐形富豪 是有很多楼 我认识到楼下 之前有一个投资者 你这样看他 以为他是一个阿伯 但是原来他在深水埗 有6个铺 我们这些400多尺的单位 他有11个 那你可想而知 香港的隐形富豪有多少 但是 大家可能以为 他家里有多少钱 那你就错了 原来他也是30多岁 在广州下来 拿着20元 所以希望这个节目 是在股市和楼市里 帮大家长线投资 如果你避开了最低 最高的话 其实长线你十年 十多年后 你应该都可以 财务自由 如果你懂得 某一些竅门的话 今天就不会讲那么长 今天就作为一个首播 这幅画面就说了 今年这个香港交易大堂 正式close 红衣仔就没了 明年就叫香港金融交易大堂 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相信在香港金融不断向前之下 香港的金融股市、楼市、债市 仍然有很多位置去走 今天就短短地 成诞节 回答两位读者的提问 有一位读者叫Agent Fu 他问我不懂投资 那我应该如何投资呢 那其实这个问题很大 这个问题很大很大的 我想要讲几个小时也讲不完 但是第一件事就是 看你自己在什么状况 在什么状况 如果你本身已经很有钱的话 那只不过是 资产配置问题 但是如果你本身现在是 一个打工仔 我是二十多三十岁的话 我觉得第一件事 将来在节目里面不断会讲的 如果一个节目讲很长 大家很闷 那我也讲不完 那第一件事就是储蓄 有你的第一桶 有你的第一桶金 储蓄很多人都懂 但是不是很多人有执行力 你如果一定要买名牌手机 买名牌衣服 一年四次旅行的话 那你存不到钱 如果你一个 一个月可以存到40% 加上你投资的话 其实你四十多岁 投资正确没有大风险 没有大亏损的话 你应该慢慢可以享受到你的财务自由 但第一件事就是要储蓄 我的储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 我已经做了三十年了 买本保险 记下你每一天 花钱 每用一个钱你就记下它 如果你是租人楼要交租的话 拜托把这一项换开一变 因为这一项是最大的一项 而且这一项并不是不变 只不过一年生一年死一年才变 我们投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对抗通胀 那么下一次下两次我们会说 通胀是如何蠶食你的财富 但是呢 如果你记下了很简单的 你记下你普通衣食住行 比如说今个月你用了吃饭多少钱 你用了买普通衣服多少钱 你用了普通的日常开支多少钱 你只要将由一月开始 因为就来一月 一月开始到六月 拿一个平均数 再对比回六月 你会发觉 其实你的日常开支 半年里面 你可能买的东西是一样 用的东西是一样 电费一样 搭地铁一样 可能你已经发觉 你已经增加了4-5% 你自己试试 你试试 或者看医生 你试试就知道了 你慢慢有个数字 很简单 你对比一下我和大家乐 现在可能你吃的早餐是30元 六个月的平均可能都是30元 但是到了7月 为什么突然间我吃不到30元的早餐 我会吃到33-34元的早餐呢 那你就知道通胀在哪里了 那你就知道通胀在哪里了 35元到34元是10% 11%的 用本保 每一个月 唯一一个总数 地铁交通费 我买多少钱 吃饭的我买多少钱 租金的多少钱 看医生的多少钱 你将这些数字 由1月至6月平均 再对比7月 你就知道什么是通胀 第一步 这是理财的第一步 记账 很重要的 还有外面有很多记账 软件可以下载的 不用钱的 它会帮你分为 食饭 搭车 买衣服 租金 你很容易做到个表出来的 它自己会帮你做完的 你将1至6月平均 对比7月8月你就知道了 理财第一步 记账 记住 第二位朋友就问 香港经济已经到顶了 人工到顶了 完全同意 其实不是香港经济到顶 人工到顶了 坦白说一句 很多东西都到了顶 除了大集团之外 你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香港的股市 有很大部分 已经不是香港的企业了 是国内的企业 国内的增长 还是很快 还是很大 香港的楼市 我可以这么说 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其实它应该是到了顶了 这个周期 但是有些人说 到了顶就会下跌 对 但是如果你在股票里面 游回差不多一年资 到了顶还到了顶 跌还跌 两样东西来的 到了顶 可以一段时间才跌的 那段时间可以一两年的 如果你好轻易 或者是把你有一些优质的资产卖出的话 你很多时候会买不回 我们去置业 如果第一 当然解决了住的问题 第二 很明显就是租金收入了 你如果太快去猜周期 我们有一句说话就是 通常我们都是不猜的 除非很疯狂 除非很疯狂 那我可以假设恒指 22000至24000 之前就是一个平均水平 那因为很多股 很多里面的成份股 它是赚多多钱的 譬如地产 譬如货网股 那当然也有些是没有赚到钱的 那所以升两三成是合理的 就是26000至27000 我觉得恒指合理的 那现在30,000点就高了 那有时候overshoot 10%不是太多 是不是 那你说现在去到40,000点 为什么太高了 那大家看到成交是跌了的 很多朋友就问我 为什么香港不加息也可以 美国加息 很简单 因为现在在香港投资 那些下来的钱是人民币 是国内的钱 都不是欧美的钱 那关什么事 是不是 国内都没有加息 是不是 那所以那些钱就在 那但是那些钱会不会走 当然会 但是走了可以回来 按键而已 是不是 所以 大家 不要去估 周期是顶 还是底 除非去到很特殊的状况 就是说 楼市飞升到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10个物业的 那你就卖走了两个 你只有一个物业的 就不要搞那么多 你先住 你有两个物业的 你都不用怕了 你放租而已 是不是 你记住 大部分时间 握现金的都输的 因为输给第一项 就是通胀 我们在 跟着那几站会会说的 那为什么 香港还可以去 投资 还可以令到你财务自由呢 因为你投资股市 不是投资在香港 香港 香港的成分股里面 大部分 都已经 不是香港的业务 是国内的业务 比如腾讯 比如平保 很多手机设备股 你看到的 那其实他们都是 做iPhone的概念 iPhone是全世界 华晨 这个 吉利 是国内汽车 汽车市场 会扩展到全世界 那你在做全世界的生意 你买这只股票 不只是买它在香港的生意 它在香港已经没有生意了 那增长在这里 如果你买很多只是local的话 增长是有限 除了一些很特殊的 例如地铁 例如大家乐 大快活 或者例如煤气 那些是例外的 为什么 因为那些除了 或者中电 那些是例外的 因为它加你隔 你催它不涨 那意思 所以 香港的金融 香港的地产 或者香港的债市 永远 都是会向上的 在过去那48年里面 已经证实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理由 如果它萎缩的 我们都不做 那今天就大概答到这里 那希望这个节目 大家会继续收看 那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就会讲时事的 OK 那香港财经R 就会讲财经的 那两个节目就分开 那香港财经R 就看回那个反应 那有读者问可以留言 那我都会尽量在下一辑里面 有一个回答读者提问的环节 好吗 那今天再祝大家圣诞快乐 那下一辑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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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